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有一种叫年的怪兽 它头上长着尖角 身上长着鳞片 非常凶猛 年兽平时生活在大海中 很少到陆地上来 每逢到新年除夕的时候 它就会从海底游出来寻找食物 它跑到附近的村庄里 抢夺村民的东西吃 农民伯伯家里养的小羊 小猪和小马都被它吃掉了 有时候它还会伤害无辜的村民 因此每到除夕时 村庄里的人们 俯老邪幼逃到深山里 已躲避年的伤害 今年的除夕到了 乡亲们都忙着收拾行李 准备去深山避难 这时 村子里来了一个白发老人 对一位老婆婆说 请让我在你家里借宿一晚 我将帮你们把年兽赶走 大家听了都不相信 老婆婆担心地说 年兽非常凶猛 你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深山里躲避一下吧 大家劝说了一会儿 但白发老人坚持要留下来 只好留下它 纷纷上山去了 到了晚上 年兽和往年一样闯进了村子 翻东翻西的开始找东西吃 突然 传来一阵噼啪噼啪的响声 年顿时下的浑身战力 不敢往前走了 这时 白发老人穿了一身红袍 哈哈大笑地走出来 并且又放响了几串鞭炮 年兽大惊失色 仓皇而逃 原来 年兽最怕红色 火光和乍响 第二天 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 发现村里安然无恙 这才相信 白发老人真的帮大家驱逐了年兽 大家都非常感谢老人驱走了年兽 老人临走时 教给大家驱逐年兽的方法 从此 每年的除夕 家家都会贴红对联 燃放道主 户户灯火通明 手耕戴碎 年兽 因为害怕鞭炮的炸响 和红色的贴纸 再也不敢到村庄里 伤害大家了 这种风俗 越传越广 成为了中国民间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过年 和红色的贴纸 最隆重的贴纸 最隆重的贴纸 最隆重的贴纸